郑妹捷运揪男子打手枪 通报四战财处理 这位自封正义大婶的 28岁北县郑妹 本周一在捷运上 碰到一名男子 疑似公然打手枪 她把这段经历 泼在PTT上 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称赞她很勇敢 她昨天接受动新闻专访 最大一的时候 我早上大概加7点40分 左右的捷运 前面的不爱做一位先生 我就看到她发现她的手 有一些搓揉的举动 动作越来越大 那我抬头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的表情 其实也不太对劲 她赶紧离开座位 按下紧急通报器 通报驾驶 但通讯不佳 她只好在车厢的人潮中 尴尬重复 听得到吗 2093车厢有一个男的打手枪 战务员和警方过了四战 才带走打手枪男子 警方查出 男子有中度精神障碍 她坚称自己只是在抓养 加上包包遮住 难以证明猥亵 正义大审也选择不提告 但她担心 捷运通话器功能不张 如果说 之后有更危险的事情 更危险意外 那需要马上 更紧急的 跟刺激员联系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会很麻烦 捷运公司昨天强调 驾驶当天听得很清楚 但拒绝陪同苹果记者 测试紧急通话器 只说会定期查验 东新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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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